圣君 圣侯 晚安 圣子 这次入学可还习惯啊 上课 听闻这届新入学的弟子当中 可谓是人才济济 圣子能与同窗切磋修行 将来也定为君武一族的凡圣效力 只是不知圣子在女弟子中间 可有心仪的人选 此事我心里已有打算 就不劳甚厚 烦忧了 瞧圣子这话说的 可是不相信本座 亦或是觉得本座 不配为圣子择选灵妃 这有什么不配的 本君觉得圣侯这么多年来 操持诸事皆是惊喜 无一不妥 这事也交由圣侯去办吧 月儿的年纪也不小了 凌妃人选还是早日定下为好 不可 是啊 是啊 圣君 圣子现在已经大了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事 我还是不便过多干涉才好 确实是大了 都不服管教了 但本君作为君武一族的当家人 不信就管不了你 你若实在不愿意 就自行下去通天台 罚贵一个时辰 好好想想 圣君 不可 圣君 你又何必跟他置气呢 他现在已经大了 你这么做 让他在底下人面前 这面子往哪儿搁啊 他自找的 与人无忧 君殿下 这里便是通天台了 您此番受累了 小人多有得罪 还请您见谅 无妨 按规矩办事 好 听说当年牧先长 飞升历天节也是在这里 可惜小人出生的晚 未能一睹风采 来 君殿下这次来受罚 本来就失了面子 要你多嘴多舌作甚 我这不一直想和圣子 多说两句话 安慰安慰他吗 唉 我 不 不 这 快走 快走 也不知道君殿下 这样星山又能力强的人 究竟犯了什么错 会这样处罚 啊 啊